还是挺满意对自己的表现 今天能取得第五名吧 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自己之前准备的赛季不是很充分 大概也就准备了两三个月 所以其实之前对于这个比赛的结果 没有太多的这种预料 所以还是要看今天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还有临场发挥 所以最后能拼到一个第五名 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我现在没有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目标 也没有预定明年会怎么样 因为就像我去年比完奥运会之后 可能当时我就是想休息 可能今天不参加 但是过完一个冬天之后呢 我突然觉得自己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欲望 然后我又决定付出去参赛 所以对于明年会不会参赛 我现在没有办法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预设了吧 可能需要看身体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再慢慢去决定 是不是要接下去走下去 所以她是需要决定是一种地方的 也没有很重新的地方 所以我也是不想考虑